最難打的 溫柚 等我一下 HELLO 在剛開始直播 手機就掉了 晚安 晚安 大家晚安 現在開應該不會太晚吧 2.M10 說 你為什麼忽然開直播啊 我昨天就有預告 你是咧 怎麼突然又要直播呢 ASD1996 0115 我昨天就有預告 你是咧 吃飽了吃飽了 白癡 白癡 欸 這有一個什麼 要求和你 直播視訊是什麼東西 哦 哦 就是可以這樣子 可以跟我對話 兩個框的那個對不對 好 今天好像可以來玩一下 如果 如果 真的不知道要幹嘛的話就 來跟你們對話一下 雙直播 因為我很少 欸 我幾乎沒有在這裡開過直播 只有一次 宇宙生日 我們要整他 然後才開直播 我是Ana 怪怪的 哈囉 大家吃飽了嗎 因為其實我 我昨天沒有 講一個固定的時間 是因為我不知道 我會 什麼時候 弄好 這直播的一切 所以我不想 我不想定一個時間 讓自己太趕 或什麼的 所以我就想說 反正就晚上 所以才沒有 沒有跟大家 定一個時間 我想說反正 這個直播 應該之後還會留著 所以沒有沒有在第一時間 看到也沒差 就想說 沒關係 然後反正今天這個直播呢 就是 嗯 想要 打算就是 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 大家問我問題 我都可以 我都會回答 什麼什麼之類的 因為好多人都覺得說 什麼當兵你沒看到我 我幾乎每天都PO文欸 喂 然後 嗯 也順便就是 可以唱唱歌給大家聽這樣子 IG不會留 呃 我會用我的方式留 因為 嗯 可能 到時候這個直播 我會存起來 然後傳上 我的那個Youtube 所以 如果要看 如果錯過的人 或者是想要重新看的人 可以 可以上我的那個Youtube 看 看 就是 這個元黨的直播 欸不然我的Youtube 也在那邊荒廢 這樣子 要聽歌要聽歌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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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 我們等稍微 人都已經進來了 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那個 我再來唱歌給大家聽 然後你們都可以問我問題喔 如果想要 欸 我現在才當兩個多月吧 如果 如果 這兩個多月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我的 都可以問 不OK的問題 我會直接當做沒看到 好 當兵不辛苦阿 當兵不辛苦 過得很好阿 你們看我IG都PO成那樣了還 難道還夠的不好嗎 沒有變瘦 欸我沒有變瘦欸 你們不要亂講喔 欸你們不要亂講喔 因為我現在的體重 是我當兵之前的 比當兵之前胖了4公斤 可是我覺得是因為 現在開始有在運動什麼的 所以 所以是可能是 其他肉的 重量吧 所以你們講說我變瘦 我會變瘦 我會很暗爽欸 對啊我昨天量是72 72 NO 我以前只要 70公斤的話 我臉就是 變得跟豬一樣 說不定我現在可能也是豬 但是你們大家在騙我 一點點啦 一點點 你們真的很想看音樂會的影片嗎 因為 之前音樂會結束之後 其實每一個月我 平均每一個月都會 傳一首音樂會的歌上去嘛 那 我自己的想法是 當然我自己很喜歡的 我會很想傳上去跟大家分享 但 但有一些歌譬如說大家都很想要趕快叫我上船 譬如說 譬如說太陽啊 譬如說 還有什麼 忘記了 反正是太陽 打了嗎 趕快什麼時候上船 上船 太陽 什麼時候上船 讓我留在你身邊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可是因為音樂會結束之後 我有聽 那個 我那天現場的表演嗎 那我就覺得 太陽真的太爛了吧 所以我就不想要 在船上去丟臉 你知道嗎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聽到 我自己上船 我差點要罵髒話 對不起 這個直播可能會很失控 但是 我跟你講我一罵髒話 我是直接結束直播 重新開一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子 但是就是 我怕會因為太 太放鬆 然後不小心脫口而出一些 魚住室 反正 我就覺得 喔太陽我們唱那麼爛 就沒有達到我自己的那個 標準 所以我就覺得 算算不要船上去好了 雖然很多人都說想聽太陽 但是我還是覺得 沒關係 就當做沒聽到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就沒有船上去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多地方 我都覺得 在唱什麼 對啊 所以就 豐田的舞台劇我會去喔 但是我 我不是會去嘉義的啦 因為他們第一場在嘉義嘛 對不對 大家要支持 豐田的舞台劇喔 我昨天有看 看那個 娛樂版本幫他做的那個 算是一個小 小新聞嗎 就是在講他那個 舞台劇的東西 哇好像很厲害耶 那個哭戲 真的是 很驚喜 連我都很期待 想要去看 大家有沒有買票了 最近好啊 最近很好 過得很開心 剛剛有人說為什麼我房間要那麼暗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我只要回到家 我都不開燈了 我只開一個那個 就是 等於是小黃燈在旁邊而已 因為我覺得在家裡開 在房間開燈 壓力很大 所以我 我只要在家幾乎是沒開過燈的 除非要找東西 不然我都只有 我都只有這個黃燈而已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最舒服的 那個 好有人說到重點了 今天要不要彈吉他 喔當然要啊 你看 不然我那個 昨天那個照片 我拍一個什麼 彈吉他 然後就在那邊 塞成那樣 然後說明天要直播 然後拿一個吉他 然後直播完全不彈 怎麼笑耶 還是我乾脆拿一個樹笛 這樣子 欸樹笛是這樣 不好意思 這個是什麼 樹笛 然後說明天直播 完全沒有要吹樹笛的意思 其實在喊冰喔 今天會彈吉他給大家聽 因為 呃其實在 當兵的這段期間 我還是有在上課 那 當然我上課的內容 不是什麼 什麼很專業 什麼技巧 然後變超強的 等等等等那種 不是 就是我只是 呃 想要 學一些歌曲 然後方便我自己在 家裡彈啊 然後方便幫助我的創作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但是 沒有學那種技術性 然後很厲害 噔噔噔 彈得超厲害的樣子 所以 其實今天要彈 吉他給大家聽 算是 蠻緊張的 因為大家應該有看過 我在當兵之前 有在余白 有一個吉他的表演嘛 就是 唱日文歌那個 然後就 超緊張的 彈超爛 雖然現在一樣 也是彈超爛啦 所以 所以 我就想說 反正只是直播而已 彈錯就彈錯啊 哦 然後彈錯我就重彈就好啦 應該還好這樣子 所以 就覺得 反正壓力不要太大 大家期望也不要太高 好不好 反正就是 一個正常路人 在彈吉他那樣 我相信如果 如果你們有下 不是下 如果你們有在 可能 國高中大學 有加入吉他社啊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你們 本人有在練吉他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你們看到這個直播 你覺得 彈什麼鬼啊 就是一定 一定會超級 覺得 你看他彈那個職法 欸 黃玉靜 想要騙三歲小孩是不是 那種我告訴你 你們不可以在私底下罵我 要罵直接打出來 OK 反正我現在就是一個三歲小孩的那個 技巧啦 但是 我上課都會去跟老師說 老師我想學哪一首歌 哪一首歌哪一首歌 就是我是學我自己喜歡的歌 然後彈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有動力 但是我覺得 我彈的 我彈的職法跟 職法都非常簡單 然後 和弦我也是選 都是很簡單的歌這樣子 所以大家不要見外 對 三歲 好 你們就是三歲 點歌環節 嗯 因為你們 我沒有厲害到 就是你點歌我馬上 欸欸欸欸 就彈給你聽這樣子 我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如果 點歌的話我可能就是 輕唱 輕唱也太乾了吧 幹嘛歌唱比賽30秒 輕唱PK 是不是 但是如果心情好的話可以啦 那我今天就是有 準備了歌 要 唱給大家聽 就是 自彈自唱給大家聽 而且這首歌 是新歌喔 有人要猜嗎 有人要猜嗎 新歌新歌 猜中的我就喊你的帳號 不是說喊你的帳號 不是喊你的帳號 是喊出你的帳號 沒有人猜對 水星記 no 坦白no 慢慢喜歡你 no 不是 我跟你講再給一點提示 很新 大概就 上禮拜 才出的吧 不是雪落下的聲音 大概上禮拜才出的 而且 欸這這麼簡單 沒人猜到是怎樣 女生的歌啦 不是不是 solo 我彈solo 你說 你說 J-E-N-I-E的solo嗎 不會唸 喔有人答對了 這個 S-X-F 底線Y-I-N-G 殘缺的彩虹 你答對了 就是殘缺的彩虹 因為這首歌一出了之後 我剛好過兩天要上吉他課 我就馬上跟老師說 老師我要學這首歌 這樣子 所以我就 學了殘缺的彩虹 但待會兒如果有很前面就談錯的話 殘缺的彩虹 陳其真的歌 然後他今天有出另外一首 叫傷害 我都有PO 這個直播我會留喔 放心好不好 所以 我 我現在就 先談殘缺的彩虹 給大家聽 然後 因為我在想說 如果我很前面就彈錯的話 我真的會想要直接重彈 但如果我很後面就 才彈錯的話 就算了好不好 大家就 就算了 我們就笑一笑就過去 好不好 好緊張喔 搞什麼鬼啊 我這樣好像把直播關掉 不好意思大家晚安 謝謝 而且我跟你講喔 我在家裡練習 我是 可是 你知道我彈成功過 就是 一次到 玩到 一次彈到底 彈成功過 不超過 三次 你看這命中率有多低 反 因為我就想說 反正算了啦 練那麼好幹嘛 我就直播彈彈唱唱給大家聽而已 嘻 煩捏 我不敢彈啦 等一下喔 我要把窗戶關到最緊 確保沒有人聽到我唱歌 好 那歌詞有唱錯的話 你們也不要介意齁 那我可能不太會看鏡頭 因為我就是要focus那個 歌詞跟譜這樣子 好喔 這一次我不想要一個人走 回去的路總是背對彩虹 沒有你 我是殘缺的彩虹 失去一個最重要的顏色 想要聽你說 你都怎麼過 你現在好嗎 你微笑點頭 想要聽你說 啊你們要彈什麼鬼啦 生氣 發火 對不起 我剛剛在彈的時候我想說 不好意思 黃远進 你是第一次彈這首歌嗎 你怎麼可以彈得這麼K啊 剛剛我今天直播到此為止 去死 因為我剛剛彈得太緊張了 我彈得超慢耶 幹嘛兒歌是不是 兒歌是不是 沒關係啊 反正就是 那個 直播就是一個freestyle 沒有嗎 好 緊張死了 搞什麼鬼啊 幹嘛開這個直播來 逼死自己啊 氣死了 好啦直接彈了 這一次我 欸 不好意思 沒事 這一次 這一次我不想要一個人走 回去的路 彈什麼鬼啊 F不就這樣子嗎 欸我跟你講 我在練習的時候 真的沒有這麼不順 這一次 這一次我不想要一個人走 回去的路總是背對彩虹 大彈錯 大彈錯 我 我跟你講我必須先把這個 這邊呢 當作完全沒人 好不好 我必須 我必須 好現在沒有在直播 現在就是只有我一個人在房間而已 平常彈得很順啊 我剛剛 剛剛開直播前 我彈得多順啊 不然我哪敢開這個直播 我 手在抖 手在抖 喔 明明這麼簡單的和弦 有什麼好按錯的 這一次我不想要一個人走 回去的路總是背對彩虹 沒有你 我是殘缺的彩虹 失去一個最重要的顏色 想要聽你說 你都怎麼過 你現在好嗎 你微笑點頭 想要聽你說 想要聽你說 歡樂大過憂愁 想要聽你說 卻發現你在騙我 卻發現你在騙我 這一次你陪著我兩個人走 回去的路 回去的路回頭就有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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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你 我是殘缺的彩虹 在騙我 那裡去找 最重要的顏色 想要聽你說 你都怎麼過 你都怎麼過 你現在好嗎 你微笑點頭 想要聽你說 想要聽你說 快樂大過憂愁 想要聽你說 快樂大過憂愁 快樂大過憂愁 想要聽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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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見的光是我 我 嚇死我 好啊 我跟你講人 跑了大概一百多人 怎樣 我們就是彈得很爛 怎樣 一百多人 怎樣 我真的緊張 會不會很小聲啊 因為我剛剛唱的 好像蠻小聲的 因為太緊張了 怎麼會那麼緊張啊 也不是什麼大風大浪 沒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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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起死 許民姐 你少在那邊跟我裝粉絲 我盒子手在抖 我整個人都在抖 起死 我跟你講 而且還有 33tyn說 不爛啦 哈哈 不爛啦 你講話還是蠻誠懇的嗎 不爛啦 就是 你知道講不爛啦 這個表情就是 是 不爛啦 我知道 OK 不爛啦 眼眶濕掉 你這樣 老百優喔 許民姐也老百優 是不是 好啦我真的 因為剛剛真的太緊張了 非常非常的緊張 真的是嚇死我 還OK嗎 還OK 好 不難聽啦 哈哈 不難聽啦 的表情 我要演給大家看 不難聽啦 的意思是 嗯 這不難聽啦 對啊 這不爛啦 對啊 不爛 可以 我很喜歡這個 這個評價 這個評價很OK 非常的踏實 如果你們在那邊講說 啊 好聽喔 也太棒了吧 那我就覺得 腦粉 是不是 還罵你們腦粉 哈哈 沒有啦 而且這樣 反正大家很輕鬆嘛 反正我也沒有說我吉他很厲害啊 我就是一開始就說我吉他很爛啦 你們也看到啦 還能聽齁 能聽就好了啦 對不對 好啦 第一首歌 先這樣好不好 待會 待會 待會還有一個歌要彈給大家聽 我沒有喝醉啦 曾經病喔 有啊 這個直播會流喔 這個直播會流的 然後 嗯 什麼 我要講什麼 你要買我穿的吊嘎 是不是 神經病 沒有這個臉是我太熱 因為我太熱 就是剛剛緊張到熱 我會自然的有那個 腮紅 有沒有 自然腮紅 這是臉紅 不好意思 這是天然的 而且有素顏喔 我沒有抹什麼腮紅喔 好不好 沒有抹腮紅 就是 好 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我 就是現在就是 反正我們就是邊唱歌 邊聊天 邊blah blah blah的 都可以 就是 唱所欲言 那這個直播也沒有規定說要到幾點 可能開到凌晨2點 太久了吧 誰要看 對啊 不用畫就有了 我真的素顏 你看我的這個 斑 這斑啊 什麼叫最近素顏 我當兵之後我沒有一天化過妝 我就連扮索隆我都沒有化妝欸 我是直接化那個眼睛欸 我跟你講那是以前 因為以前皮膚不好 以前那個真的是痘痘 然後我每次 不管直播啦 出門啦 我都一定要就是 把痘痘全部蓋掉 現在不好意思皮膚好了 就好啦 而且我當兵還要化什麼妝 我要被殺是不是 作詞嗎 有喔 當兵的期間我都有在 創作 嗯 還沒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皮膚怎麼改善的啊 呃 看皮膚科 原來是索隆 你看不出來是不是 你最好看不出來 不然我 我扮誰 滑達喉堂是不是 滑達喉堂是不是 我扮滑達喉堂是不是 滑達喉堂 那要夠綠嗎 這樣夠綠嗎 滑達喉堂夠綠嗎 就萬聖節那天出門說 不好意思 欸你是索隆嗎 不好意思我是滑達 我沒有 我沒有接業配喔 我沒有幫我 滑達喉堂接業配 欸我會被抓欸 真的 那當兵期間不能有其他營利行為 你不要還有被抓啊 有 有創作 因為我就覺得 當兵這段期間 太長了 有當十一個月嗎 那如果你看 你不要再講梗了 鎖喉 如果我這一年完全沒有什麼規劃的話 因為我是一個很懶的人 我跟你講我絕對是完全完全耍廢一年的那種人 但我覺得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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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要在這一年有一些自己的 自己的規劃自己的計畫 所以就等於是開始運動 培養運動的 一個習慣 然後 也 開始創作 然後這個創作是非常 有進度的在創作 這樣子 但是也還在練習當中啦 還不敢還不太敢給別人看 鎖喉是什麼 鎖喉 鎖喉就是 這是鎖喉 鎖喉 鎖喉有什麼聽不懂的啊 還生氣 因為剛才下面有人問 鎖喉是什麼 好啦說不定他沒有這樣子啦 我自己幻想 而且 我要跟他講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 因為我現在就是平頭嘛 那 有些人都會 有一些 人 當然我身邊的朋友的評價都超好 就說 哇賽你平頭變得很帥 自己講 反正 周圍的朋友評價都很好 可是因為有一些人就會覺得 欸 我一定怎麼變成這樣 因為我可能拍照就 比較不苟言笑 然後留鬍子什麼的 就變得很酷什麼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我 我現在平頭的樣子 不太適合 像我現在直播跟你們的這個形象 我覺得很不搭 因為我就覺得這個平頭一定要 就是要很很很帥 所以我拍照的時候都是 你知道 很很帥 然後照片都是偏有點像 黑色快來流氓 什麼之類的 然後大家都覺得我變好 好像變好兇啊什麼之類的 但沒有 因為我就覺得 拍照跟我現在這個 ㄎㄎㄎㄎ的樣子不搭 所以 我不可能拍照 神經病啊 醜死了 然後拍照了 所以我就想說 好我們大家就先不苟言笑這樣子 對啊 但是其實我本人還是這樣子啊 我也沒有說什麼 剪平頭然後見到人說 欸 欸明傑 怎麼樣 最近過得好嗎 神經病啊 我有病是不是 就其實 大家不要被我照片的那個 樣子騙了 好不好 其實我還是這樣子 就是 講話就這樣子 那我只是覺得 好不容易 有這個時光 這個平頭的時光 就 好好的帥一波 這樣 好好的 好了我已經看到你打兩次 很像你一個朋友 軟今天 欸 我跟你講 你講到軟今天 還真的有人 以為我是軟今天 哈哈哈哈 自己講 我跟你講因為我就是在 這是現在平頭嘛 我在當兵嘛 然後反正就有民眾就是 欸 欸你是不是那個藝人什麼的 他以為我是軟今天 還有一次被誤認為鳳小月 我跟你講鳳小月真的是 真的第一次被別人認出來 就是完全根本就不像這樣子 我知道不像但是我覺得很好笑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不像喔 大家不要殺我 我自己都覺得不像喔 我沒有在那邊說 喔沒有啊 我就是很像軟今天喔 喔 我就是很像鳳小月這樣 沒有 大家不要誤會我 我是說 對我自己也覺得不像 但是聽到這些我就是覺得很好笑 有去過基隆嗎 啊 許民姐你是很無聊是不是啊 認 沒有他真的以為我是軟今天 真的以為 然後我就想說好嗎 那樣就讓他以為我是軟今天 笑死我 笑死我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今天只有準備兩首歌 所以我另外一首歌彈完就真的沒事了 而且超級沒事 超級沒事 我沒有自我介紹啊 你錯過唱歌了 陳彥玉 你被認成李敏昊過 大家評評你 大家評評你 李敏昊欸 不是很想亂舉例 在怕得罪人啊 來台中嗎 欸 可能比較少機會欸 要打公會戰是不是 等一下再打啦 還說等一下 因為我等一下那個 RO要打公會戰 所以 我的團員在催我 上線 啊然後這個直播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 這個直播就是想 說 我應該每個月都會開一次 好 掰掰 許敏傑掰掰 這個直播我應該每個月會開一次 就是想要 呃 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唱唱歌這樣子 然後 但是 也沒有 嗯 沒有 沒有固定說是哪一天 就是我哪一天有空 我可能前一天就會說 喔明天可能開直播這樣子 對一個月一次 好不好 但應該都會集中在每個月的 下半個月這樣子 不會是月初 不會是月初 因為我 因為我 因為我還要那個練 練歌的時間 因為我想說我要彈給你們聽 好不好 雖然剛剛彈成這樣子 這麼爛 我還是 每天都有在練 欸 氣死了 欸剛剛會不會真的彈得很爛啊 沒關係我等一下會去那個 馬上看回放 氣死了 如果真的彈太浪 我整個就是 不好意思這個 先跟我經紀人講說 不好意思這個先 我們先下架這樣子 想看我的吉他 很正常啊 那個霧是什麼 沒有啦我這邊有個那個 芳香的東西 那個噴煙 那叫什麼 就是會噴煙然後香香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不知道 我的吉他就很正常啊 是 去年買的 就是為了想要 慢慢的摸吉他 而買的 因為我覺得 買了就想要摸嘛 那摸了就 會慢慢 越來越摸 什麼東西要講什麼 什麼時候會更新YouTube 現在YouTube的更新應該就是 這個直播影片了 因為這個直播影片應該會放在YouTube 嗯 我跟你講我剛剛彈的這樣 我真的 有一點 害怕要彈下一首歌 我真的有一點害怕 超級 對香氛機啦 那個噴煙的是香氛機啦 對啊 什麼是替代役 哇這好難解釋喔 替代役就是替代役啊 然後很多人都會說 欸我已經有沒有在當兵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 我是替代役嘛 那我 就是像正常上班族的時間 所以我下班之後 就下班啦 什麼味道的啊 我都會亂加味道 因為我 我房間有幾個精油 不一樣的 我有時候會直接加香水進去 香水 會很累嗎 不會很累欸 對啊 哪一種的替代役 不告訴你 反正就替代役 就上班族的下班時間啊 好了那 我要彈下一首歌囉 下一首歌 我之前在 我的那個限時動態 有PO過 也是我這樣PO 我在彈吉他囉 大概只唱一兩句吧 因為限時動態只能 播15秒 也是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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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喜歡的歌手 然後也是一首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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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喜歡的歌 這歌手兩個字 然後現在他用真 他自己的名字出來了 大家猜得到嗎 五個字的歌名 兩個字的歌手 五個字的歌名 兩個字的歌手 喔 有人答對了 八二JEST 答對了 喔 ELBER 底線0218 答對了 就是關於我愛你 是的是的 就是安普的關於我愛你 因為之前我 呃 限時動態有PO過 對 所以 今天的第二首歌就是 關於我愛你 我真的很怕我彈錯 因為這首歌 非常的簡單彈 但 我真的很怕還是會彈錯 我我我我我 我跟剛剛一樣就是 先把這也當作空氣 等一下喔 我很怕忘詞欸 我需要把歌詞立起來 等一下 欸 欸 好 好啦 這首第二首歌 是關於我愛你 是安普的 一樣喔 彈錯我們就是 發飆之後 然後重彈 這樣子 你卻連的 都已離去 你問過自己 無數次 想放棄的眼前 全在這裡 找到和追求是 嘲笑混在一起 你擁抱的並不總是 擁抱你 不想說的 誰也不可惜 只為我和珍惜 是同一件事情 我所有的何方 何必何其入行 在必須發現我命中 掌握你無所有前 至少你可以說 我懂 活著的最寂寞 我擁有的都是 挑釁啊 失去的都是 人生 讓你不遺忘 也不想 曾經 我愛你 你 你全連的 都已離去 你問過自己 無數次 想放棄的眼前 全在這裡 掌握和追求是 嘲笑混在一起 你擁抱的並不總是 擁抱你 但我想說的 誰也不可惜 誰也不可惜 誰會和珍惜 誰會和珍惜是 同一件事情 我所有的何方 何必何其入行 才必須發現我命中 將你用所有錢 至少你可以說 我懂 活著的最寂寞 我擁有的都是 挑釁啊 失去的都是 人生 讓你不遺忘 也不想 曾經 我愛你 才必須看著我們中 將一股所有錢 你做的讓你可以說 是的 我又見過我的夢 我擁有的都是 交信啊 失去的都是 人生 因為你擔心的是 你自己 我愛你 好 人大概跑走了 兩百個 謝謝 謝謝 剛剛中間 一個小彈錯 大家 一個小彈錯 我想說已經彈到中間了 就 懶得在那邊 愛和美 河美我很喜歡的那個 西門太乾 就是乾 很好笑 大家可不可以去看河美的那個 影片很煩 西門太乾就是乾 好啦剛剛那個 嗯 剛剛也是蠻緊張的啦 對 然後 然後 有些地方 唱不太好 你剛好發新的是不是 然後等一下再去看 欸為什麼很奇怪 啊唱歌的時候人都跑光 啊聊天的時候回來 氣死捏 好沒關係啊 沒關係啦 然後 然後今天就是準備這兩首歌給大家聽 第一首就是陳其生的那個 殘缺的彩虹 第二首歌就是剛剛 安普的關於我愛你 然後 嗯 嗯 基本上每次的直播我應該 我不是應該來 我一定會準備歌 彈給大家聽 因為這樣我 我也才平常有動力練習 就會覺得啊 因為要直播要給大家聽 所以要趕快練習 趕快練習趕快練習 這樣子 所以 希望你們可以 多多指教 然後 你相聲比唱歌有魅力 好 完了 完了 我跟你講陳淫宇我剛剛那個殘缺的彩虹 前面完全是車禍現場 這個意思 我真的是 不知道在彈什麼欸 學吉他很難嗎 其實我覺得吉他不難 吉他只要 你天天摸 就 因為吉他就是 你一定要有時間 去摸他 那只要你願意花時間去練他 就 就不難 其實我覺得 對啊 欸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房間的背景變不一樣了 我聽過長大以後 我聽過長大以後 OK 沒有人發現 不好意思 我指了大概 有30秒 有30秒 因為本來 本來我房間都是充斥著 充斥著 那個 special的海報 是有一天我回家 我媽擅自幫我貼滿我的房間 這樣子 然後我就 我沒有想要在我的房間貼自己的海報 這樣子 但是那個海報也就這樣貼了好幾年了 好幾年了 然後 是直到我當兵的時候 我就真的覺得 欸 因為當兵真的 我覺得我算 還滿有空去 是 有一大堆時間可以去安排自己的事情的 所以 我就想說 欸好想來 重新的 那個 準備自己的房 不是準備 裝 比如說裝潢 佈置自己的房間 然後 因為我不想 我不想我房間有我自己的海報 是因為 我覺得那很 壓力很大 那壓力很大 就是 好像每次回到家 就 看到自己 看到 看到 對 我想要就是 回到家是完全的 沒有任何工作的影子 這樣子 所以就 前一天就把那海報撕爛 沒有到撕爛啦 好好的撕下來 這樣子 對 我不 我不可能介紹我的房間 因為我的房間真的也是很 沒什麼 然後 所以我的房間喜歡開這麼暗 我不想讓別人很 赤裸的看到我房間的任何擺設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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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因為我覺得看房間很害羞 而且 因為 很多家具都是我媽買的嘛 那 平常我也沒有在理這些 就是 你要買什麼家具 你要怎麼 買什麼顏色 我都ok 又不care這種東西 然後我是到當兵這一陣子 我才開始很care 我想自己買自己的 房間的東西 然後 什麼都換掉 然後什麼之類的 就覺得 好像已經有點難換 換掉了 因為 現在我媽媽 我現在什麼床頭櫃啊 都什麼都是那種木頭的 那種 傳統的 有沒有 那個 就是很傳統的 那種媽媽買的那種 那種型號 所以就覺得 如果我自己買我喜歡的元素加進去 把我自己喜歡的元素加進去 然後又不搭 然後覺得要全部換掉的話 現在有點費工 感覺幹嘛 所以就 那個 只換了一點點東西 就是牆壁貼了我自己喜歡的 東西 我覺得這個畫很可愛 而且我覺得 很喜歡就是 我每次看了 就覺得很療癒 所以我開始過 對啊 所以我開始過 之前人家會跟那個GMI去逛 IKEA IKEA 誰看到圖案 你們有想要看那個圖案嗎 那麼無聊 你們要看我可以看喔 我可以給你們看喔 宜家 宜家 太久沒關注你了 想問問你為什麼短頭髮 因為我最近剛接了一部 電影叫鬥魚 所以 所以就是 鬥魚 當兵啦 所以你們要看那個 好啊 等一下喔 欸超暗 欸超暗 等一下 有點太暗欸 我覺得你們應該也還是看不到 等一下喔 欸有點暗到根本看不到欸 你看他每一幅畫 都有他每一幅畫的含義在 我非常喜歡 但 你們一定看不懂 嘻嘻 他們是有顏色的啊 他們是有顏色的 只是我現在 好啦我覺得這個介紹好像有點爛 不好意思 好完全看不到 我們這一拍 我們這一拍就是 我們這一拍就當沒發生過 好不好 我們就這樣遠遠的看 看著那些畫就好 改天我應該會拍照啊 就是把那些畫拍上去 因為我覺得那些畫真的非常的可愛 我不想要開燈 我真的不想要開燈 好啦 也就這樣不知不覺過了一個小時了 大家有沒有最後想要幹嘛 欸我不是說我今天要開那個跟人家 兩個視訊嗎 好不好 現在大家有沒有想要 想要直接跟我講什麼 直接 雙人視訊開放一位 希望你很好笑 可以讓大家 就是會心一笑這樣子 有人要那個嗎 跟我雙人視訊 講一下話嗎 有沒有 有沒有 誰 因為如果你收訊不好的話 我是直接把你提出去喔 就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come on 因為剛剛今天前面說 可以玩這個 因為我自己也很想玩玩看 誰敢 快點我要亂點一個囉 我真的要亂點一個囉 因為現在 有人 有幾個人發出那個要求 你們發出要求 然後我來隨便選一個 會不會沒話聊 沒有啊 你就去看你要跟我講什麼就好了 好我來挑一個 這個 YI底線 Z H E N六五 連線中 連線中 你好 等一下 欸我怎麼聽不到聲音喔 欸好尷尬喔 天啊 不好意思 我今天把自己先搞得好糗 我今天把自己先搞得好糗 你好你好 你好 見網友是不是 初次見面 你好你好 我正在冒汗 我幫你把自己搞那麼糗啊 是我眼睛嗎 嗯 對對對 是我 是我 欸你照片很騙欸 哈哈 開玩笑的啦 開玩笑的啦 你們大家可以去看他那個照片 喔 很騙 你很壞欸 拍得很好 怎麼樣 怎麼樣 你幹嘛要跟我視訊 你有什麼話要跟我講嗎 呃 就是很開心 好謝謝 然後結束這樣 然後你唱歌很好聽 嗯 加油 你剛剛兩首都有聽到嗎 有啊 你沒有中途離場嗎 沒有 確定 對 那你比較喜歡哪一首 呃 想太久 兩首都喜歡 兩首都喜歡 好可以 標準答案 好啦謝謝你 謝謝你 你叫什麼名字啊 姨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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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旁邊那個是誰啊 你幹嘛一直不讓他入鏡 姨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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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貞跟姨什麼 姨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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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是姨是不是 姨貞跟姨貞 姨貞 好 乾掉這樣 你們多大 蛤 你們多大 國三 國三喔 對啊 你們是哪裡人 台中 台中 嗯 那有沒有 想要考哪個志願 高中 應用外語系吧 還不知道哪一所 應用外語系 外語系 對 應用外語系 來 我現在來考考你 用英文來一段自我介紹 介紹給大家聽 我 會緊張啊 不要緊張 就說一文而已 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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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Mia Mia Mia 好 太爛了吧 我講不出來耶 呃 Where are you from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呃 I'm talking to you Oh my gosh Me too Me too Me too OK 拜拜 好啦 我覺得你英文很好 謝謝 英文很好耶 你為什麼 可以這麼溜啊 真的是 哪有 好啦 謝謝你們兩個 好 下次我開直播 如果你們忙的話就算了啦 好不好 盡量這樣握 忙的話也會看 好 謝謝你們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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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按掉 趕快按掉 欸欸欸欸 啊不掉啦 欸 剛剛 欸 剛剛超尷尬的 那種一見網友就是 欸 為什麼我上面有一個倒數 什麼剩餘 一分多鐘啊 啊 還是直播有限時數 只能一個小時是不是 因為他現在上面在 我現在直播的畫面有在倒數說 你剩下一分零八 一分零七秒什麼的 該不會直播只能一個小時吧 還是他在倒數什麼 沒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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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 直播只能一個小時喔 欸那不好意思 好 因為 好 有這個設計非常的好 我們也不用太 就是臉小微繼續臉下去 不然其實我還想多開幾元 因為我覺得太鏘了 欸真的很好笑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但是因為現在如果我自能 我自能 如果我再連續再開一個小時的話 怕有點台戲脫捧啦 對啊 而且我也沒有準備 別首歌給大家聽了 當然還是有在練了幾首 但是我覺得會彈出來的話 很可怕 不很可怕 我現在只有剩25秒 我不可能再唱一首歌了啦 反正這個直播呢 會留底 會在我的YouTube 你可以訂閱 然後 然後在每個月的下半個月 我都會開這個人小微的直播 不然就幫大家唱唱歌 聊聊天 然後像剛剛那個開一個是 互相直播這樣耍鏘這樣子 好啦 晚安啦 拜拜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直播 掰 好嗎 笑 好了